21号没发现有这个公告 也没说第二天要关门了 是昨天过来以后发现这个公告的 公告是他说关门一直关到两月份 时间太长了 他说都疯了 他说没法上班 今天下午会打电话给我什么鞋霜 那现在两点钟了 他没打电话给我 高先生介绍 2020年5月在松陵体育杭州蓝立方店 办了三年期的健身卡 花了2600块钱 明年5月到期 21号那天他来健身 门店还是正常营业的 22号再来就发现闭馆了 门上的营业通知说是从22号开始闭馆 暂定明年2月1号开放 所有会员卡时间顺延 高先生是健身爱好者 平时来健身房主要练器械 他还是希望能在这里继续健身 我不希望退钱 就是说弄人子班 我也希望明年5月份他们开下去 我也再继续办卡 时间也先是十个小时 比如我们现在是弄个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差不多了 按照他那个到底如果没人值班的话 要到2月份开出来 那肯定退掉了 高先生表示 之前物业给了个门店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对方表示会反馈情况 不过现场拨打对方没有接听 记者发送了短信也没有收到回复 高先生手头还有门店销售的微信 销售人员表示具体情况 还需要询问总部会将记者的联系方式发给总部相关负责人 就门店现在的情况记者也询问了物业方 我们物业是不可能 他要求他 你必须得开门让人家里来 对不对 这个给他们内部协商 但是作为我 我能够作为保证的就是 你明年来的时候 这些设备都在 因为他要走 那我把这个先生高先生的电话 我最近留下来 我跟他疏忽了 如果他们要搬或者怎么样 那我肯定会通知他 因为我们物业方肯定是要知道 因为他是跟甲方签合同 我们物业是做物业方的 就是我们是看不到他们租赁合同的 那我昨天也是通过我们领导去沟通了 就是说反正他们的租赁还是在的 合同也在 老板人也在 不然我也不会把老板的电话给他嘛